大家好,我是阿力 其实一直以来,在咱们国家的一部分的这个边缘地区 比如是山沟沟里面 有一些农民朋友的生活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 那咱们国家呢,也在不断的大力的这个出资 然后做一些扶贫的项目 来改善这些地区农民朋友的生活 那么就在最近,国家又要放出一个大招了 就是公布了一个叫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一个文件 那在这个文件里面,国家决定要在2020年 对一些这个边缘地区的农村实行撤并搬迁的计划 来彻底解决一些贫困地区农民朋友的这个住房和生活的问题 这可是个大计划 那么在这个扶贫拆迁的这个计划里面 都包含哪些地区的这些村子呢 咱们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那些位于这个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里面 然后经常会发生一些自然灾害的一些地区的这样的村子 那在咱们国家的部分地区呢 的确有一些村子位于一些这种荒漠边上啊 或者说这个自然灾害比较多发的地段 那在这些村子里面,一旦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 就会危及村民的生命 所以说啊,这类村子呢,会被优先纳入到这个撤并搬迁的范围之内 那第二种呢,就是现在一些这个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一些这种无人村 那现在啊,有很多这样的村子啊 原来的村民们呢,大量的涌入了城里啊 已经变成了这样的无人村 而这样的村子啊,也不具备未来这个有更大的发展的一个可能性了 哪怕是把这个基础设施完善了,也没有人 村里呢,也没有这个活力和升级啊 所以说呢,这样的村子有必要和其他的一些这种空袭村啊 合并在一起 那第三种呢,就是为了一些国家占领目标的时辞 而需要迁移的这样的一些村子 比如说啊,一些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 或者是说所在的区域要担负起关键的小项目的一些村子呢 也会成为首要搬迁的这样的目标 比如说这个修大坝啊,修公路啊,修高铁啊,等等这样一些项目 但是大家注意啊,可不是所有的村子都会纳入到这种扶贫搬迁的这个计划中来 至少有两类的村子是肯定不属于这种规划的范畴的 那第一种呢,就是这种城中村 那这种村子呢,是随着这个城市进行扩大建设 然后可以将这个村子融合到城市里面去的 那第二种呢,就是一些自然保护村 因为这些村子啊,自然环境比较好 它是以这个发展生态旅游为主的 而且经济发展良好,而被纳入到这个国家保护之中 那这样的村子呢,也属于不在规划的这样的范围了 欢迎大家关注阿力官楼市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搜索阿力官楼市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阿力的节目,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